要说今年暑假的黄金荡期电视剧哪部最火,那非亲爱的热爱的的莫属了吧? 很多人都表示,这场戏杨子的表现实在是太赞,活脱脱演出了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。 比如,在网吧与韩商言出狱,杨子完美地将小女生心动时刻跃然荧幕之上。 面对韩商言的到来,镜头里的杨子眼里瞬间有了光,剧情推进间,面对冷若冰霜的韩商言,杨子演绎的童年完美地表现出了一个小女生,面对心动男生的局促不安与隐隐期待。 特别是当九七将她换作大嫂的那一刻,虽然她嘴里是拒绝的,可眉目的窃喜,却表现得十分生动。 还有后来,韩商言和童年感情遭遇童母的阻拦,于是两人的感情遭遇一波三折,经历分手后的童年将落寞和失措感写在脸上。 杨子表现的是那么的到位,尽管很多人认为邱莹莹这个角色不讨喜,但杨子也演出了自己的风格。 去年杨子主演的电视剧《小蜜沉沉浸如霜》更是不小地爆发了一次,收拾很好,豆瓣评分也高,让她缺了不少粉。 杨子在《小蜜沉浸浸浸如霜》中扮演的角色叫锦妮,是个性格单纯,快言快语的角色。 杨子在里面表现得相当出色,人们都认为她自带的丹蒙属性实在让人欲罢不能。 如今,又出演了高人气的《亲爱的》,这下人气大爆发,一下成为了无数人眼中90后女演员演技的扛霸子。 她曾经说道,我对表演起很热爱,各种角色都想试试。 比如,不论我演了多少角色,大家始终觉得我是小雪或者小蚯蚓。 所以,我在演童年的时候,也做了许多努力,自己长大了,看待世界的眼光也不同了,希望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表演。 杨子的成功向人们证明了,一个女演员即便没有惊人的美貌,但只要肯默默下功夫,脚踏实地地去奋斗,也是能获得观众的认可。 杨子,活该你现在这腰红。 vot讯活该我来网 2002 继续 ediyorum。 的 冷卖 合 合 当 感谢观看